神经传导的一个速度很快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贴这个 这个刺激的东西 然后在这里有贴接收的东西 然后在那个地方就会得到这个讯息 比如说这个刺激点 这个接收点 那这个时间是多少 多少时间 多少秒 毫秒 然后距离是多少 一除你就知道速度是多少 所以我们做这个手麻这个病人的时候 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拜托神经科的意思 去量一下他的正宗神经 就是掌管这一边的这个神经的 他的一个传导速度 有没有一些影响 那传导速度有影响 那么得到一个诊断 就叫正宗神经的一个压迫 也就是万岁到症候群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用父母等等的一个帮忙 也有可能在超音波的导引之下 打一下药物 比如说肋骨醇 局部 让那个发炎的这个正宗神经 要经过的那上面的一个韧带 把它稍微稳定一点 稳定一点以后 它可能症状就不会有 但是呢 比较严重的 像这样的麻以外 这个运动功能也受到影响 这个我们必须要手术 把那个地方压迫的一个神经 让它放松 那因为现代人 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知识 也让正宗神经压迫的这个情形 变得比较容易发生 然后这个如果必要的时候 透过手术 手术完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个病人 这是手术完 你几乎看不到 它的一个伤口是在哪里 勉强 要看的话 这里面一点点的一个伤口 不过更重要的预防 我们手还是要多活动 不要整天握着那个滑鼠 滑着手机 这个是不好忽悠的事情 谢谢大家 记得订阅分享哦